那说到选霸法 现在针对于三党当中 他们自己的版本 想要的版本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带您来关注一下 原本国民党这边 他们的这个罢免门槛 现在原本是25% 但是因为他们想要提高 最担心的就是 基隆市长谢国良被罢免到 所以他们原本呢 25%希望可以提高 但是现在因为有 受到一些质疑的关系 他们决定 这25%的罢免门槛 不要动 不过他们有新增一个 就职一年才可以罢免的规定 下来就是 也要加盐连数的方式 像是如果你今天 要进行罢免的话 你必须要附上 你的身份证赢本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基本上 国民党的版本 跟民众党的版本 基本上已经是一样的 民众党这边 一样也是加盐连数规定 而且他们也不赞成 要变动罢免门槛 扯开嗓子 好不容易宣布开会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召委高津素媒 周四排审的选霸法 修正草案 闹得满城风雨 就是因为不只蓝绿立场不一 就连内政委员会中 关键一席 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也表态 不同意蓝营提高 选霸法门槛的版本 我们早就表态了 我们整个主席 跟我们民众党 还有连我自己都表态了 我们反对提高罢免门槛 不认同提高门槛 而民众党团先前也曾表示 修正条例将已完善 连数制度优先 将比照总统副总统 选举连数规定 需付上身份证赢本 民进党立委吴秉睿的版本 则是要求 罢免案连数要付上身份证 发证日期 猫民的话将除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最高 一百万元的罚还 国民党原先由立委 徐宇珍提出的修正草案中 有罢免同意票数 需超过被罢免人 当选得票数的条文 遭质疑调高罢免门槛 现在也传出考量民众党 反对情况下难以通过 决定暂缓原来提案 保留与民众党版本 相似的条文 国民党也没有坚持 一定要用哪一个版本 民进党对于选罢法的调整 也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行使的是 传达公民的意志 因为我们的社会 绝对不会允许国民党 强行通过鸟笼罢免法案 内政委员会蓝绿各战六席 白银曼玉珍成为草案闯关 关键一席 草野选罢法之战 第二回合下周一上演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频道